暗夜中 灵火烧不停 整座山头的森林全都起火燃烧 布满点点火光 从温图拉郡的山林大火 一路被风吹向圣塔巴巴拉市的边缘 政府下令 卡平特里亚和蒙特斯托小镇居民撤离 卡平特里亚已经有一间房子被烧毁 大白天 日光被浓烟遮蔽 火光日光下 整座城的空气在烟雾中被染成橘红色 夜以继日的灌旧 圣塔巴巴拉郡的卡平特里亚小镇 两百多间房子逃过一截 从太空中都清楚看到南加州火场之大 引起的浓烟散布在大气中 南加州灵火就像是火山爆发一样 喷出可怕的黑烟 从整个南加州八万公顷的火场中 温图拉郡开始延烧的汤马市火场 就占了七万多公顷 是南加州最大的火场 名列加州1932年以来第十大火场的记录 圣塔安纳焚风每小时将近90公里的风速 温图拉郡汤马市火场只有15%受到控制 洛杉矶郡周边的火场已经控制住75%到90% 目前9000名消防队员投入灭火 9万8000人撤离 至少800间房子毁损 不幸的灵火中感性的动人画面 一名男子在大火包围的公路旁 冒着高温心急如焚 抱着头又跳脚的 原来是为了抢救火场中的一只兔子 温图拉郡上周一开始起火到现在 掌控火势已经有重大突破 专家预测圣塔安纳焚风 每期时间周日开始就会减弱 大约新闻史书美兵